开皇之治为史家称赞 所谓国库被塞爆这种事 历史上大概只在汉古帝与唐玄宗时出现过 但他们都是历经了只十年的时间发展 而隋朝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就达到相似的成就 开皇之治另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文教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 诸州遂共三人 就每个州每年选派三个人到中央参加考试 就是这短短一句话 拉开了影响深远的科学制度的序幕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汉庭聊隋堂 话说杨坚很喜欢开皇枪 他老婆治疗了这个开皇枪的问题 所以有了开皇之治 开皇之治为史家称赞 除了以前说过的诸多政治制度改革 最直观的就是生活富裕了 发大财了 开皇十二年有私报告 国库的金钱步驳都塞满了 走廊上也都是钱 拜托多盖一点仓库吧 阳间自己都怀疑 奇怪 我收的税又不多 自己又节省 哪来这么多钱 钱从哪里来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 根据考古记录 人类最早使用货币可以追溯到四万年前 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已经互相交易 用碎石工具交换别人的人造物 而钱现身年代更晚一点 形势也不断演化 从天然物品演变为金属硬币 又变为纸钞 直到今天的数位形势 而依照近期经济学观点 随文第十期 钱不拿来投资带动消费 经济就不会好哦 胡说经济学 我们下次见 总之随朝钱非常多 杨坚坐在椅子上就有钱 叫做以代币 另外看看粮食 唐太宗李世民便说 当时仓库的粮食可供五六十年 但是李世民同时也批评 杨坚是个小气鬼 爱作秀 开黄十四年旱灾时 许多人吃不上饭 杨坚却不开仓放羊 只会在朝堂上作秀说 百姓没肉吃 我也不吃肉 变成一边粮食爆仓发愁 一边恶嫖并也哀鸣的荒谬现象 怎么好像都是在说 杨坚干的不好 没错 不开仓放粮当然不好 但了不起在哪呢 所谓国库被塞爆这种事 历史上大概只在 汉古帝与唐玄宗时出现过 但他们都是历经了 几十年的时间发展 而随朝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就达到相似的成就 确实了不起 这不能简单归功于 杨坚个人简图 关键当然在政策 找出了隐匿人口 配售田地 增加纳税人口 仓库自然充实起来 一个政策叫 书籍定样 朝廷颁布负等样本 符合什么标准叫上户 什么标准叫中户 什么是下户 谁是凡尔赛 谁是低端人口 上中下户 各自承担什么服役 写得清清楚楚 而且上户多交 下户少交 累进税率 保护弱势 这是高久的主意 他说之所以有人要跑去当大户的 依附人口 不愿意当国家的编户齐名 因为现在 课税复益标准不明确 穷人也要课税 他们觉得 给朝廷缴税 不如给大户缴税 现在要让他们知道 投靠政府有优惠政策 比依附大户人家划算 他们就会脱离大户人家了 那搭配上我们以前讲过的军填制 让老百姓自己有田能耕种 就不用逃亡 在士族豪强的必应之下 既能抑制豪强 又能增加税收 军填制没讲过吗 中学课委应该有啦 除非又被民进党删掉了 开皇元年 人口约399万户 聂城后新增50万户 到隋阳帝年间 人口已经到了890万户 叫天底下的百姓 每天一直生一直生 也不会这么离谱 唐朝鼎盛时期 人口都没这么多 一方面当然是 太平时期人口增长 另一个原因 就是查到了隐秘户口 开皇之志 另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文教 这就要提到一个 很牛的官员 叫牛洪 开皇初年百废戴新之时 他立刻上奏 说天下不可马上置之 故知今邦立正 在于点魔椅 就是要大家多读书 多读书没问题 但问题是战乱百年了 没书啊 经典都失传了 把北周和北齐的藏书 收拾一下 也才一万五千卷 牛洪说 不要紧 理事求诸也 私人藏书 不少可以向民间征集 而奏章也强调 绝对不能强征 必须出个价 让百姓觉得合算 来卖 当时隋朝刚建立 到处都要钱 但杨坚一看到这建议 就下诏 征召天下 翻献书一卷 赏捐一匹 一匹卷是啥概念 相当于一年一半的税收 而且还不是跟你买 只是跟你借 抄完就还你 这样好事谁不愿 百姓纷纷献书 许多人把书运到首都 叫大众运书 在杨坚与牛红军臣努力下 藏书达到三万卷 而此一举动 极大挽救了中华文明 让许多文献得以留存 而在隋阳帝时期 藏书更高达三十七万卷 是人类文明历史上伟大的工业 但是呢 未来还是有各种战乱 安史之乱 皇朝之乱 靖康之变 李治沉入斐进 英法联军 抗日战争 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书二 所以朋友们 杨坚做了个无用功 不是不是 我们读到的每一本古籍都来之不易 必须珍惜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 开皇年间还一项重要成就是 正顿励志 在平定成朝后 一下子产生了很多战争工程 大家按照惯例等着当官 可是武将当文官 当然当不好 一辈子只会杀人 怎么处理好地方政务 又不是选举制度 黑道有一堆选票也能当官 所以杨坚明确下令 军工只能用金钱待遇来奖赏 不能用官职来奖赏 这就是整体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 那文官哪里来 以前九品官人法都是由世家大族门法掌控 但现在阳间不仅要从赋税打压这些大族 还要从人才上下手 开皇七年隋文帝下招 诸州岁共三人 就每个州每年选派三个人到中央参加考试 就是这短短一句话 拉开了影响深远的科局制度的序幕 隋朝的科局考试科目有秀才 明经和静世三种 考上了之后再经过力部全选 然后就能被任命官员踏上师徒 虽然隋朝的科局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考生还不是自由报考 而是由各州次使推荐 但毕竟让人有了凭本事 而不是完全凭家世的机会 而就是在开皇年间的一次考试中 18岁的房玄龄高中静世 从此踏上仕途最终成长为唐出名相 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宰相之一 不过呢房玄龄也是个官二代了 隋文帝阳间在开皇年间的选官制度 最终发展为自由报考的科举制 成为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重要基础 让18世纪以来无数西方启蒙时代的哲学家 赞叹中国的文官制度遥遥领先西方 一直到现在变成公务员考试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人对全世界最牛逼的贡献之一 就凭这点隋文帝足以永垂不朽了 选拔了官员还得考核 隋文帝规定 地方次使每年年底要到中央数值 根据政绩决定赏罚 平时还不定期派出监察官员到地方寻访 比如发现新竹棒球场里面变成废图掩埋场 杨洁一婷肯定把新竹市长看了 发现台南议长汇选又有炉渣 杨洁一听肯定也把他砍了 所以民进党一直觉得 民主真好啊不用被砍头 前面说杨洁对待官员动辄打骂 但认真做事的官员他也不令奖赏 比如一个官员叫房工艺 起初当宪令 首次政绩考核获得该区第一名 杨洁赏给他400匹布 他立刻就把布发给穷人了 杨洁听到后又赏给他300代米 房工艺又送给穷人了 房工艺果然爱做工艺 杨洁又把他升官 升官后政绩考核又是第一名 这样的优秀官员该向天下宣传 当时没有电视网络 就趁所有官员上经述职时 当着百官的面夸奖他 房工艺至存体国 爱养百姓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大家好好学习 一起天天向上 百官发现皇帝的考核制度是完真的 做的好的会得到皇上赞美 当然要好好干 人潮的历史学家胡三醒说过 开皇之志以赏良力而成 官员好 当然人民好国家就好 不过房工艺被公开表扬后 木秀鱼林封闭摧枝 随后被人弹劾 接着被发配岭南冲军 在当时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 随朝会越走越强 但偏偏有人发出了警语 房玄林的爸爸房彦谦 时任监察御史 曾评论皇帝信多即刻 不肯接纳见证 实行科政 太子备若诸王善权 目前天下虽黯然祸患不远 究竟随朝遇到哪些危机 其实我们先前已经讲了一半 可以往前回看 其他的下集待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